- 政府重啟零售綠色債券營救程序 4月26日起接受申請 持有效香港身份證的市民都可以申請營救 零售綠色債券每手入場費1萬元 申請日期由4月26日至5月6日 預計會隔大概兩星期5月19日掛牌上市 最高發行額亦上調至200億 而每手債券1萬元計即是最多發行200萬手 零售綠色債券名義上是將集資所得 專門用在政府的綠色項目上 但操作方法與Ibomb近似 債券年期3年每半年派一次息 息率就與本港通脹掛勾 今次零售綠債最低息率比起以往一般的Ibomb高 達到2.5厘即是多少呢? 而每手綠色債券1萬元計 2.5厘年利率即是表示每年最少可以收息250元 每6個月派一次息 即是每次收到125元利息 市民可以透過銀行、證券經紀 以及中央結算有限公司認救零售綠色債券 銀行和證券行普遍豁免多項申請手續費 要留意無論是經什麼渠道申請 每個人合共只可以提出一份申請 重複申請將不獲受理 分配方式採用循環派發機制 即是按申請人數平均派發 作為今次綠色債券的聯席牽喉行中銀香港 預期申請人數有機會達到70萬人 即是最多合共200萬手的綠色債券 每個人可能只是獲牌2至3手 省戶又應該用什麼策略去抽呢? 投資專欄作家唐牙說 零售綠債與埃邦一樣等同政府派錢 一定要抽 建議省戶用現金申請不用借孖展 抽4至5手已經很足夠 亦都相信今次息率比起以往埃邦高 達到2.5厘會吸引更加多人應救 可能只會獲牌1至2手 另一位專欄作家功成說 雖然綠債回報不算高 但好處是極低風險 同樣預計今次每個人獲牌的手數不會太多 建議抽3至5手就足夠 成功應救到綠色債券之後 又應該上市即日沽 還是持久3年呢? 其實取缺於不同人的資金充裕性 投資取貸 以去年發行的iBond為例 在上市日收補103個月 即日沽出的話 每手可以賺到320元 如果選擇長持的話 2021年發行的iBond 在去年12月的年息率是2厘 每手派發大約100元 工程建議 如果散戶資金沒有特別用途 可以考慮長線持有3年 當作一般的定存看待 因為一般1萬元的港元定存息率 是不會超過2厘高息 至於自稱是炒友心態的銅牛 抽中的話會上市即沽 賺取差價 也許是炒友